公費流感幼苗 對十月菜市大到現在 民眾接種的進行情擁有 江議市 近年都總共採訪到 9萬1千多的公費流感幼苗 現在整體的使用率 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四 新年人的責任 含有利的責任 分配存三千多多和一千多多 江議市政府會先叫 台車符合到主機 但是還沒接種的民眾 應該要把後期 回省緊緊緊的完成幼苗的接種 以為讓自己本身有 出來的人的抵抗來 天氣漸漸變冠 朝當過節是流感合法的過節 每當農略過年進行 竟是流感流行的更方向 以往流感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接種入票 因為入票接種後 需要兩禮拜至三禮拜 才會三成保護的效果 所以最新的收合時代的時間 就是十月份到十一月份 江議市政府 今年都公費流感入票 民眾時代的情形相當擁有 現在所存在的 的素量並沒有 福岡民眾要把機會擁有接種 目前的嘉義市所有的疫苗 成人型的只剩下三千多劑 那幼兒劑型的只剩下一千多劑 那因為滿六個月的以上到八歲以下的這些孩子 初次接種必須要接種兩劑 那兩劑又要隔四週 所以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在這邊要提醒家長 如果您家中有幼兒還沒有接種的呢 動作要快了喔 那因為呢 嘉義市全部只剩下五千劑左右的流感疫苗 所以我們為了要統籌疫苗的使用跟這個調度喔 我們已經把70家的合約院所已經縮減成65家 那如果民眾有意願要接種的喔 除了兩區衛生所以外呢 您可能要打電話到234-1150 或者是上我們衛生局的網站去查詢看看是有哪65家有流感疫苗的接種 當日市目前疫苗代表只剩五千多 為了優惠來運用到通知疫苗的使用 目前疫苗的合約疫苏已經有70斤 縮減成為65斤 其中包括在東區和西區衛生所 並且要接種進行 可以先到衛生局網站查室 這是卡電話到衛生局順問 以免被造成一段 這新新聞 中國民 翁秋山 加以期 蔡宏博都